开场100秒 火速叫暂停 布朗尼表现不好 果断换下 最终胡人打出29比4的攻击波逆转比赛 詹梅威威一笑 最强教练原来已在阵中 胡人的新赛季和未来饱受期待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一个好的教练绝对能改变球队的发展方向 开场胡人进攻不力 连续出现两次失误 雷迪克不到两分钟 火速叫暂停 颇有波波老爷子的意味 此时场边镜头切到了哈姆 前胡人主角如今在雄鹿助角 上赛季最后未发边线球 才叫暂停 场景还历历在目 暂停回来后 胡人直接打出9比0攻击波 反超了比分 第二节浓眉一次强硬的防守 被吹法对字母哥犯规 雷迪克果断叫了挑战并成功 这个坚决性令所有球迷拍手称快 莫杰胡人大比分落后 雷迪克果断换下布朗尼等人 球队突然像打了鸡血 一众青年军打出17比0攻击波 最终逆转取胜 虽然说季前赛五官胜负 但并不代表教练的布置和决策不重要 另据Shames报道 雷迪克日常非常注重细节 包括自己和球员的饮食 训练 时常会花时间做战术分析 且已经得到了詹姆斯和浓眉的支持 完全体的胡人 又何尝不能在新赛季披荆斩棘